那我们看到中国社科院的这份美国蓝皮书 它到底对于美中两国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英国制药商葛兰素史克 他们在中国行贿的调查是进一步的升温 也牵扯出更多的制药行业 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通过连线 我们要请美国基因驻北京的记者东方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东方你好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中国社科院的这份美国蓝皮书的大致内容 那我们也知道中国一再强调建构新型的大国关系 还有普世价值 针对这些重要的观念 这本蓝皮书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说明 所以这篇蓝皮书呢 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著的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的著名的这个智库 也可是是非常权威的 那么美国蓝皮书呢 2013年的年度报告 主要是对2012年以来 美国的内政外交各方面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评估 这个蓝皮书呢 他们当然是说是构建中美新 两国新型大国关系为主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实际上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呢 是习近平提出来的 界定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提法 但是这个呢 在美方就是中方的学者 他们对美方并不怎么热情 并不怎么热烈的回响 颇感微词 我以前采访过这个 人民大学的一个著名的美国方面的专家呢 他就说 美国呢 对习近平的这个 就是不太感兴趣 没有怎么太高的回应 我们所知道呢 这篇白皮书里边呢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认为奥巴马呢 会更多的介入亚洲的领土争端 会在中美日三边关系里边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认为啊 奥巴马第二期任期内呢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 会发生一些变化 主要是呢 会更多的涉入亚洲地区的争端 尤其是中国 与其啊 有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的 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美国之间的战略互移加重 和那个汪洋洋在美国的时候啊 说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是夫妻关系 你中有我 我中有尹啊 他们是相反 这个白皮书认为啊 美中双方之间的矛盾摩擦 会呈现一种高发频发的态势 那么战略的互移呢 加重 竞争性明显的上升 这篇莱恩奇书分析认为 未来的四年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快速提升 双方的力量对比 快速的接近 那么如何因应 中国崛起 会成为奥巴马总统 对中国政策的重要考虑 是 东方我们看完了这个蓝皮书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葛兰素时刻 我们知道这个案子还在调查 而且不断的在升级 是不是现在也波及到了 其他的在华的外国企业呢 是的 葛兰素时刻的这个案子呢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啊 在美国 在中国也是非常非常的火 中国的北京的这个外媒呢 加纳力度来报道 葛兰素时刻公司呢 有一点呢 我想指出来就是 已经派出啊 人员到北京 到中国来进行内部调查 向上海派了高级内部审计师和律师 加纳了内部调查的力度 第二点呢 就是说葛兰素时刻呢 已经解雇了中国的近百名销售人员 显示出来呢 西方在中国啊 西方的外国的公司在中国经营 是非常的困难 那我们想知道啊 这这个一百多名啊 这个中国的销售人员就此失去了饭碗 中国政府呢 也许想打这个西方的国家啊 打西方的制约公司 打西方的公司 想产生一种啊 这个啊 扶植国内的啊 企业 医药企业的这个 这个初衷 但是呢 看来是成文失火 殃及了吃鱼 另外呢 这个解雇的这些人呢 有很多涉及了 对医院医生行贿 在处方中呢 要求他们采取啊 格兰素时刻产品的 这种给他一些激励行为 我们知道这些行为呢 也是在中国医药界 是广泛采用的 第三点呢 是格兰素时刻啊 通过上海的国际旅行社 使用假合同 在医院基金会政府官员呢 已经给他们这个 进行一些行贿的行为 那么警方呢 已经该闭 已经关闭了上海的那一家啊 就是临江国际旅行社 并拘留了负责人啊 这个翁建雍 那么纽约时报 获得的文件显示出呢 在过去三年以来呢 这家旅行社 安排了很多的会议啊 也牵扯到这个 Murik 诺华 罗氏 等很多啊 赛诺赫 等很多的公司 那么我们知道啊 就是比利时的制约公司 优时比呢 也现在也遭到了中国的调查 那么优时比证实了 中国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总局 对这家公司进行了调查 所以不单是蛮处时刻 一家公司 那么中国官方呢 与此同时也加大了 对药品定价 营销手段的整治力度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有哪一家中国的国家公司 在受到了调查 或者受到了监督 现在看来呢 全是外国的公司 另外呢 还有考完的呢 就是这个 连美国的一家 这个 肯塔基 这个 fried chicken 就是杂鸡店呢 现在也被爆出 他们用的那个冰啊 央视报道说 他们用的那个冰里面 化验出比厕所里面的水 还要脏 由此可见 现在对外国 这个跨国集团 机构在中国的这个攻击 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令人 这个震惊的程度了 是 确实 是 东方 我相信这个 对于在华的一些外商来说 这一连串的发展 都是他们所关注的 我们也非常感谢 东方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如果您也关注相关的消息 也欢迎您持续锁定 美国之音各节广播和电视 还有我们的网站消息